大家好 我是Kumi 目前世界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让国际金融投资大转变 比特币和以太币的价值不断上涨 今天在台北世贸易馆就有一场区块链金融博览会 让我们一起来现场看看情况吧 电脑网络 智慧型手机 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 加密货币也就是虚拟货币 也会改变世界的金融投资环境 尤其随着第三波疫情来袭 传统投资理财利率变低 数位货币逆势成长 比特币以太币价值不断上涨 为了满足民众对于虚拟货币的关注跟需求 2020台北金融博览会当中 ABE亚洲区块链生态系主题馆 串联区块链知名品牌 成立ACE虚拟货币交易所 免费注册就送一个比特币 还有推出一系列虚拟货币优势理财产品 ACE交易所是台湾算是最合法又合规的一间交易所 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很多不同的虚拟货币相关的品牌 那可能不会这么容易的 你去辨识它的好或坏 那么ACE呢 有跟凯基银行做一个信托的合作 所以用户的资产在我们的交易所都是非常的安全 在ABE主题馆中还有支付服务的台湾知名加密货币QQQ 目前已经上涨50倍 全台湾将近5000家特色桑店串联的旺配行动支付 也来到现场展示 我们旺配是一个共享跟分润的一个行动支付 那我们全台湾呢 目前台澎金马有我们4000多个特约店家 那最主要呢 如果你用我们的旺配去消费 你会有3%的回馈 如果你分享给朋友 你的朋友去消费 你自己还会有0.5%的回馈哦 那最主要我们现在目前呢 跟我们王牌交易所 在我们的这个钱包里面 做了一个数位钱包的一个应用 因为活动期间 11月28 29是周休2日 展览会人气人潮满满 ABE主题馆还有稳健收益型数位美元X-Saving 年寿意率最高达到10.5% STC代币串联游戏 商城拍卖等产业区块链 DEAC区块链去中心化的黄金理财商品 加上最可靠的链新闻 知名网红区块链女孩 也用可爱的重物造型装扮跟大家互动 现场可以说是嗨翻天 今天KUMI很开心来到这里 对于区块链和虚拟货币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看看 以上是记者陈文旭 土余婷在台北世贸中心报导 耶